为什么说任嘉伦的资源相当的棒 获得众多导演的青睐 又为什么说任嘉伦将要甩出一部爱情剧 女主却相当的艳艳 演员阵容呢 也相当的豪华 嘿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日榜男生版 今天呢咱们来继续来说任嘉伦 任嘉伦呢 有关于她的话题的相当的丰富 对于她即将要甩出一部爱情剧 请君受到了众多人的议论 女主的长相呢 也相当的严严 特别讨人喜爱 只有家人跟粉丝说呢 冲着这个阵容呢 也要避追这部剧呢 真的任嘉伦在许多的网友中呢 是一位很难被忽视的艺人 带给大家的一些作品 可以达到口碑收视双丰收 塑造出来的形象 在观众脑海里 也将拥有挥之抹之不去的记忆 任何高度的角色 完全能够胜任 任嘉伦的资源相当的棒 获得了众多演员跟导演的认可 咱别的不说 咱就是说今天 或即将要爆出甩出的爱情剧 请君获得了众多人的围观 话题也层次不去 热度自然也是频繁上升 一位好演员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 想象一下有多少人被大家重视 又有多少人担负着重担前行 这个比例非常的少 大多数呢只是配角 一般来说 每说起任嘉伦呢 有着说不尽的话题 非常努力 也是有担当的演员 要说颜值被大家称之为古装剧的美男 要说起演技呢 真的是好的不得了 什么样的角色都能够让他刻画的出神入化 因为能力出众 只要有关于他参与的作品呢 总能引发一番的讨论 下面呢咱们来说李庆 李庆带来的一系列作品呢 任何一个人物的造型 包括展现出来的演技 总有许多精彩之处 方方面面都考虑的很全妙 小的细节都会让他拿捏的十分的精准 容不得自己展现出来的形象呢 有任何的闪失 正是他的精益求精 也让他在圈内获得了更好的人气 得到了大多数导演的青睐 那在小编看来呢 任嘉伦可以说是事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与他合作的女主长相也是超级棒的 共同参与过请君的李庆呢 让人感到了演员的阵容豪华 无论再怎么忙呢 也要追这部剧 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那么对于人家论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哦 那么下期再见咯 拜拜